哈琳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哎呦 你怎麼了老婆啊 啊 沒有我 嚇死我給你嚇死了 幹嘛啊 沒生意喝酒啊 哎呀 反正沒有生意嘛 不能跟老王去喝酒咯 我們兩個是沒有生意 慶祝沒有生意 什麼慶祝沒有生意 要擔心啊慶祝 無聊赫赫姐 我什麼事啊 我剛剛去逛百貨公司嗎 哎呦 碰到一個色狼咧 我走前面他一直跟我 我往東他也往東 我往西他也往西 我心想 這個不是色狼就是小偷 你知道嗎 不是跟著我嗎 老跟著你啊 男的女的啊 男的啦 不是 不是 你最近你沒有發現嗎 什麼 你頻頻出鏡啊 拍那個開心五重借友嗎 有 五重走 不是借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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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五重走 對 有沒有 你唱那個 很紅啊 是啊 很多是你的影迷啊 說不定 要不要叫你簽簽簽名啊 沒有啊 他沒有叫我簽名啊 我往這邊 他也跟我往這邊 我往那邊 他也跟我往那邊 我看大概是色狼啊 對 我就跟你講的是色狼 結果呢 出乎意料之外 不是色狼啊 那是什麼 剛剛我想發脾氣的時候 轉頭要罵他的時候 那個辦公室裡面的一個 好像是經理級的人啊 出來叫他的名字 然後叫他進辦公室了 我會想 可能是保安人員 哦 對對對 那那肯定是對 不要說你有人跟 我都有人跟啊 你啊 呀呀呀 跟著我後面 我也也以為人家叫我簽名啊 原來不是 他跟你都不是簽名啊 大概是同性戀的啦 你神經病 幾十歲還搞這個東西啊 那他跟你幹什麼 跟我啦 跟我就跟你的 你的情況一樣啊 那個時候我穿得不太整齊啊 越是不整齊呢 令你的人越多 怕你偷東西 他是以為我偷東西啊 我一樣的一樣的 這好像不大對咧 我要去買東西 後面有人跟著我 心理負擔啊 對啊對啊 最近報紙不是常常有賣咯 結果是抓錯人啊 對對對 其實這個東西呢 老實講啦 他們那個百貨公司當局也 沒有動過腦筋啦 其實保安人員呢 跟警察啊 交通警察一樣的 在法律上 他們是要預防人家犯法 說他們一定要穿這個制服 那麼站著給人家看 這個叫預防嘛 不可以躲起來的 如果交通警或警察躲起來 等你犯法 然後他抓你呢 你可以告他的 那這個保安人員 我們可不可以告他呢 可以 可以告他的 應該可以告 因為他穿便服啊 不是啦 其實他們這種心理 不是跟那個 偷偷躲起來 那個交通警察一樣的 是不是 等你們 好像老鼠抓貓一樣 是 老鼠抓貓啊 貓抓老鼠 貓抓老鼠 貓抓老鼠一樣的 你媽媽的 我等著你 我帶著你了 這個我想是不大對 對不對 對對對 那我都還沒有出門了 我帶帶帶帶 帶個屁啊 其實老師講啦 哎呀偷東西喔 我不敢講說沒有 就算有偷 哎呀有多少錢 一家大公司 應該呢 方便人家 不要傷害對方 就算你知道他偷 你可以再靠著等他嘛 他付錢的時候提醒他 哎 現在啦 你好像身上還有東西 還沒付錢呢 對對對 那他拿出來付錢 不就了事嗎 對不對 對對對 要是沒有偷冤枉的 他一生的名譽就完了 最近呢 不是一個小孩子喔 一定說他偷 結果他一生就這樣 從上面 懂完了 哎呦 不要說小孩子啊 我有一個朋友喔 他也是這樣子 帶著小孩子到百貨公司去 要買東西 結果那百貨公司的店 停店 停店怎麼辦呢 小孩子就已經嚇了哭了 結果呢 店又來了 來了之後就 哎呀不要買了到別家去好了 要走出門你知道嗎 法華人員過來 他說 你們不能走 你的小孩子偷了東西 全身收啊 沒有關係這兩公婆啊 皮包啊什麼也拿出來啊 給他收 結果沒有 那怎麼樣 只有說熟利 哦 熟利一句就把人家的自尊買掉 對 不對 這哪裡可以嘛 這個不可以 每個人都有自尊的嘛對不對 對 不過最近是報紙所說的 每一家百貨公司啊 一年省著算百萬 對啊 算百萬 你們搞錯 算百萬用樓梨去辦啊 能辦啊 是我是現在算百萬嗎 哦對啊 哦 整百萬東西啊 我看算百萬 不是說當場偷的啦 可能呢 是內賊也不一定嘛 對不對 才能用樓梨嘛 對不對 是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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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